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件作品画面中央是层层叠叠的山栏 山谷间有潺潺的溪流 但仔细一看会发现山栏、溪流、崖地、白云、大海 有的叠合、有的颠倒 让人有种天旋地转毫无方向可循的幻觉 一台牛车行驶在山丘棱线的小镜上 右下方是排列整齐的茶园 小镜的镜头向下倾斜产生湿重感 同时上方草地、溪流等景色往各方向延伸 在巧妙的铺沉下产生彼此衔接的错觉 此外作者还运用了温和的黄核色来统一全画 营造出秋天的气氛也带来协调的氛围 苏星田是画外画会的共同发起人之一 取名为画外是认为画外皆是画内 希望打破一般认为艺术是有范围的固有观念 在当时属于前卫的美术团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